哈喽哈喽哈喽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又是一个关于宠物猫猫的一个视频 上一次的视频呢已经隔了至少有半年一年了吧 在那个视频里呢我也有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给猫猫吃的东西 然后也有一些我给它用的东西 后来呢我又给猫猫吃了一些新的东西 那所有的东西呢又可以在今天的视频里分享给大家 视频开始之前呢先介绍一下我们家猫猫的情况 我们家的猫猫呢是一个两岁半的橘猫 其实吃饭方面呢我是对它没有任何的要求 我也会定期换粮 不会让它同一个品牌的干粮呢吃很久 它没有任何挑食的情况 身体素质来说呢也没有任何的疾病 如果你是新手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去喂你家猫猫的话呢 在今天的视频呢会对你有所帮助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话呢赶快下面订阅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了 那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 东西的话呢我会分成两部分吧 主要的东西呢就是它日常吃的零食 还有日常吃的干粮湿粮这两部分 先来第一部分就是我给它吃的一些零食 这个三文鱼呢是有一次我无意间刷 我们官网看到它们一直有一些什么生骨头啊 是给狗狗的部分这种生的三文鱼啊 一些生的鸡脖子是给猫猫的 它的三文鱼都是那种一大块一大块 跟我们在超市买的这种三文鱼 说实话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放在冰箱里 如果你把它一个一个拿出来 单独包装放在冰箱里的话 你真的有可能会忘记这个到底是给猫猫吃的还是给人吃的 那当然它给人吃的话应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它这一袋是有五到六块 每一次给猫猫吃一块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喂多少的话呢 反面也是有一个这个量 在10到20磅的猫猫呢 你是可以给它喂80到160颗的三文鱼 反面呢也是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三文鱼呢是含有了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对于猫猫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挺推荐的 像我们家的猫猫呢 之前是从来没有吃过生的三文鱼 第一次吃的时候呢 它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放在它饭盆里呢 它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吃它 慢慢习惯了 这个三文鱼对于它咀嚼呢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每一次看牛牛在那就是很艰难的咬 然后叭唧叭唧的声音呢 还是挺治愈的 一个星期喂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猫猫吃生鲜的东西 那么频繁的话呢 一个月一个也是可以的 就是三文鱼的话呢 一定要买这种 就是有质量保证的 不然猫猫吃到那些不新鲜的三文鱼 或者里面有虫子的话呢 那到时候又要生病 又要去虫物医院 后续的问题呢就特别的麻烦 所以这个牌子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个鹌唇蛋呢 很小一颗一颗 平时呢放在冰箱里面冷冻 如果要给猫猫吃呢 就提前拿出来解冻 那这个鹌唇蛋其实牛牛刚开始 我给它单独吃的话 它也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是给它拌在它的干粮里面 它就吃得很愉快 那这种生鲜的蛋呢 其实对于猫猫来说 也不能吃太多 每一顿吃一颗蛋就可以了 这一盒的话呢 牛牛吃了也有两到三个月 才把它给吃完 这种生鲜的东西呢 定期还是要给猫猫少量的摄取一点点 不能让它完全只依靠干粮 给猫猫磨牙的这个棒棒呢 我们家牛牛是不喜欢 很不喜欢 给它之后呢 它是完全不会去用它 所以它一点兴趣都没有 感觉这个就是买了挺浪费的 那它里面的这个质地 其实有一点点像橡胶 但是它的成分特别的硬 没有一点点的柔软度 可能也是因为太硬了吧 我们家的牛牛呢 就很不喜欢这个磨牙棒 就给它用了一根 然后剩下这些都是完全没有用过 只能浪费掉的 它也不喜欢 这个磨牙棒猫森林呢 是我在淘宝给它转运过来的 这个棒子 牛牛是特别的喜欢 刚开始我只买了一袋 然后给它尝试一下 因为牛牛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磨牙棒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喜不喜欢 那一袋子都吃完了之后 我发现就是牛牛对它兴趣很大 而且很喜欢抱着它在那啃 然后我就在淘宝上给它买了好多袋 转运过来 那它这一袋子呢 是有六支妆的 可以给它去去牙垢啊 牙结石啊这些 让它自己磨一磨牙挺开心的 每次给牛牛抱一个呢 它基本上都可以用一个星期 就在那边每天玩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磨牙棒 如果你在国内或者你在国外 想给你家猫猫买一个磨牙棒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淘宝上 看一下这个牌子的 说一下这两个吧 一个是Helper 对于猫猫毛发的一个控制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牙齿清洁 这两个呢都是老牌子了 在北北的话呢 不管你是去哪一个宠物超市都能看到这个牌子 我们家猫猫之前呢 就有吃过他们家这个清洁牙齿的 也有吃过这个毛发 这个对于我们家猫猫来说呢 是没有任何排斥的 我们家猫猫现在两岁半了 目前为止它的牙齿没有任何问题 之前大家去体检呢 医生也没有多说它牙齿什么 我会把这两个混在其他的零食里面一起给它吃 如果你家有宠物的话呢 从小吃这两个是有所帮助的 如果你不给你家猫猫刷牙的话呢 定期吃一下这个清洁牙齿的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这个是我在Winners 无意间给它买到的 因为Winners有的时候呢 会时不时的出一些猫猫狗狗的零食 那狗狗的东西真的是很多 猫猫的东西需要定期的去看一下 它有的时候时不时会上心 买到了这个 它里面的那些鱼呢 是一块一块 这样子一小块一小块的 是可以看得到的 脆脆的 猫猫咬起来嘎吱嘎吱的呢 也是锻炼它的牙口 里面的成分对于猫猫来说 也是特别的健康 百分之百纯天然的 对于猫猫的身体健康来说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它不会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有的时候猫猫很多零食呢 会添加很多添加剂 或者人工的东西进去 吃多了之后 对于猫猫的身体呢 也是一种负担 Blue他们家的这一个零食呢 我们家牛牛很喜欢 我们家猫猫刚领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给它喂的 Blue他们家给幼猫的一个猫粮 小的时候我们家猫猫就特别喜欢吃 这个零食呢 也是无意间看到 PASMAR里面有上心 所以就给我们家猫猫 买了一个试了一下 这个猫粮里面至少含了 21%的蛋白质 也有tuna 也有salmon啊 有各种不同的东西添加在里面 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零食 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零食 还有其他的成分 给猫猫呢 补充一定的维他命 这个我忘了是在 PASMAR还是在 PASVALUE买到的 应该是 PASMAR 这是一个比较软的一个猫零食 如果你的猫猫是5磅以上的话呢 一天喂5-6颗 里面呢是含有了Cranberry 然后是鸡肉的一个味道 我不知道猫猫能不能吃Cranberry 但是这里面有添加了之后呢 也是可以给猫猫增加一定的维生素 里面也含有了其他的蔬菜啊 还有红薯这一些 在吃零食的同时呢 也是给它补充了额外的营养 这一款我们家猫猫呢 也是超级的喜欢 它其实还有其他另外两个味道 是这个绿色和蓝色的 然后我给我们家猫猫 试的是这一个红色的 Wellness他们家这一款零食呢 我们家猫猫也是超级的喜欢 其实它这一款和刚刚那一款 里面的成分没有差太多 只是刚刚那一款是鸡肉 这一款里面添加的是三文鱼 同样都含有了Cranberry 里面的零食呢 是这种花花爱心和新鲜的 这一个图案 猫猫吃起来呢 也是会特别的开心 这款含有鸭肉的一个零食 买它是因为真的很少 有这种零食里面是鸭肉 或者鸭子口味的 对于我们家猫猫来说呢 我是贯彻着什么东西 都要给它吃一点的 所以完全不会给它 有任何挑食的机会 不管是鸡鸭鱼肉 只要我能买得到的话呢 我都会给它尝试一下 这样子猫猫呢 也不会有任何挑食的问题 如果猫猫真的不吃的话呢 我的方法就是把它拌在它的罐头里 或者把它日常吃那些干粮拌在一起 那它就不会有挑食的问题 如果真的就是很爱挑食的那种猫猫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我们家的猫猫呢 是完全没有挑食的问题 给它什么它就吃什么 这款它不仅是有鸭肉 它里面呢也是有鸡肉 它有一点点不好呢 就是它含有盐 对于猫猫来说 盐啊糖啊这种调味料最好是不要 换零食呢我就给它买了这一小袋 跟它其他的零食 mix在一起让它吃 也不会说就只给它吃这一个零食 分开来的话呢还是比较好 稍微提一点点味道 也不会让它吃太多的盐 这个Blue的零食呢 完全是因为它的颜值 这个包装真的好可爱 跟其他的零食相比呢 这个包装绝对搓中了我的心 其他零食的包装呢 就感觉没有包装 完全是因为成分而买的 这一个鸡肉味的零食是不含任何的淀粉 Blue他们家的不管是零食还是猫粮都特别的好 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家出任何的问题 如果你在找一个安全的猫零食或者猫粮的话呢 很推荐大家试一下Blue 那价格的话呢也不算特别的贵 就差不多中等左右 而且这个包装放在家里面 你平时看看呢 应该也比其他的猫零食的包装好看一点 主打的呢就是真的是纯鸡肉 成分裂表里呢没有盐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调味料 对于猫猫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 这款是我在Winners逛到的 之前有给我们家猫猫买一个小袋子 发现他很喜欢吃 所以呢就买了一个大包装的 这种perky的冻干呢还是比较少有的 所以看到了呢就给我们家猫猫也买一个 它的味道其实跟肌肉味道好像没有任何区别 反而我闻起来的话呢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这种冻干都是那种白白的一小粒一小粒 没有任何区别 感觉我们家猫猫好像没有吃出任何的不同 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看成分吧 如果你经常给猫猫喂鸡肉东西的话呢 有的时候换成turkey或者换成海鲜类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不会让它只摄取鸡肉那一部分的营养 这个小鱼干呢是我在淘宝给妞妞转运过来的 它是鸡肉绕小鱼一块一块 它那个鱼上面就绕了一块鸡肉 然后是那种风干了的 给我们家猫猫吃呢我是直接给它一条放在那 它会自己在那慢慢啃 对于猫猫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消磨时间的一个小零食 它会自己在那啃啃啃啃啃很久 顺带着呢也可以帮它去除一下牙垢 它里面含有了鸡胸肉 公干鱼 豌豆蛋白粉 当然也含有了一部分的添加剂 这个东西呢我也是不给我们家猫猫常吃 几乎就是一个星期一根 所以这一款呢也是吃了挺久的 拆开来它这个味道是真的香 如果不说的话真的会感觉是人吃的一个零食 剩下两个呢是超市常见的这个零食 当然这个呢我也不会给我们家猫猫吃太多 这两个零食呢就是太便宜了 然后它的这个成分呢就是很一般 完全是为了取悦猫猫 然后用的东西也没有刚刚我介绍的那些牌子那么好 因为它的价格就摆在这里 所以时不时的时候呢 我会在那些零食里面稍微掺杂着这一些比较便宜一点的零食 不会让它只是那一些比较好牌子的零食 也不是说这两个牌子的零食不好 但是它这个成分吧就没有刚刚那一些成分那么的好 猫零食便宜还是贵呢 我觉得是因人而异 如果你觉得你们家的猫猫就是特别金贵 你就只想给它最好的那就给它吃 你觉得认为好的东西 像我这种妈就是操生操养 我觉得反正我看到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 贵的便宜的我都会喂 只是不会说单独这三个月我只喂这种便宜的 三个月我喂贵的 我会把它们贵的便宜的放在一起喂 这样子猫猫也分辨不出哪个好哪个不好 反正照吃就行了 这是我的一个养猫猫的方法 如果你不认同的话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养小动物养人都是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只要你自己觉得OK 其实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如果我这边有说到让大家觉得不行或者不好的话呢 那没有关系你不需要按照我的这一个养猫猫的方法 我只是想把我给猫猫吃的这些东西推荐给大家 给大家也有个参考吧 至少对于新手的我们来说呢 就你能知道什么东西猫猫会比较喜欢吃 什么东西对于猫猫来说营养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也是给我们家猫猫转运过来的 一个金枪鱼棒和雪鱼棒 对于猫猫来说他们是很喜欢的 撕下来一条一条如果你要带出门或者你出去旅游带着猫猫的话呢 一条一条也是很方便放在包里面 给猫猫吃一条条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给它剪盘一小块一小块 我们家猫猫就不知道该怎么吃它 后来我就把它剪盘一小粒一小粒呢 我们家猫猫就吃得很开心 它是两个口味 一个是金枪鱼的 还有一个是鸡胸肉加雪鱼 两个味道我们家猫猫都不排斥 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给猫猫狗狗试一下这个东西 当然了它里面是有一定的添加剂 这个东西不能经常给猫猫吃 我的话呢一天只会喂两顿零食 每次呢就是四到五粒 所有的零食都会混在一起 就挑四到五粒给它 这样子猫猫呢就是不会说只摄取这些 还有添加剂的零食 对于它的身体负担呢也不会太重 这个的话我觉得因人而异吧 如果你想给你家猫猫换一个口味 或者换一个口感的零食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剩下的这一袋子呢都是猫罐头 我给我们家猫猫一个星期呢会吃三顿罐头 我不会让它顿顿都吃 但是猫粮还是让它有一个摄取的平衡 对于罐头选择的话呢 我也是就看到什么好的 或者看到什么新出的牌子 我就会给它去买一个试试 我们家猫猫对于罐头也不会挑 第一个呢是Nature Balance 他们家的这一个罐头 他们家呢是主打着 所有的罐头里面都含有一定的蔬菜 我就把他们家这里所有有的颜色都买了一遍 让我们家猫猫也都吃了一遍 它里面有还有这种豌豆啊 胡萝卜土豆啊 还有这一些各种不同的绿叶菜子吧 对于猫猫来说呢 不吃蔬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家的猫猫就还好 它最喜欢吃的是生菜 给它生菜叶子呢 它就跟个小兔子一样在那啃叶子 特别可爱 小的时候自己会抱着叶子啃 现在大了呢就把它叶子掰一点 放在它的饭盆里面它自己吃 这些呢就可以给它添加额外的蔬菜纤维 平时呢我们很难给猫猫喂蔬菜类的东西 这种罐头呢它都给你配好了 都搅和在一起 倒出来的时候呢 你也是能看到有小胡萝卜丁 还有这种小豌豆丁的 人肉也看到它是含有蔬菜的 这种猫罐头对于我这个猫妈妈来说呢 就是特别的心安 至少能看到你们家的猫猫呢 再有吃一定的蔬菜 它的价格一带是1.5还是1.8加币吧 不算太贵 跟正常的猫罐头价格是差不多的 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你们家的猫猫平时吃不到蔬菜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选择这种 还有蔬菜的罐头 这边的罐头呢是Blue他们家的这个罐头 一个是鸡和turkey的 还有一个就只是鸡肉味的 这罐头其实和其他罐头没有任何的差别啦 就是不同的牌子都要给猫猫买一点 让它试着吃所有的东西 这边的罐头都是这个牌子的 应该之前我有一次去拍smart给我们家猫猫屯罐头 发现就罐头不多了 给他买了十几罐这个牌子的罐头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比Blue的选择呢稍微多一点点 有这种去骨头的鸡肉 加这种鸡的内脏 或者这种去骨的鸡肉 加牛肉啊 或者turkey加上鸡内脏这种 就各种不同的味道都在吧 我们家猫猫吃他们家这个罐头呢 就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不会说吃了拉肚子 像这种大的罐头 一个罐头我都会给我们家猫猫吃两顿 因为一顿真的是太多了 这个量的方面呢 我觉得也是因猫而异吧 如果你们家猫猫比较大 然后吃的饭量比较多的话呢 那可能一次一罐 这三个猫布丁罐头呢 是有一次看小红帽上面有这种 比较可爱不同的这种猫罐头 给我们家猫猫买了一个 一个呢是含有cheese的一个猫罐头 这个是有海鲜的 还有一个是有这种番茄的 这三个上面的猫猫呢还是挺可爱的 也是我这个老母亲看到这个颜值太高了 所以给我们家猫猫也试一下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布丁类的这种罐头 这三个里面呢 我最推荐的是这个海鲜味的 你可以肉眼可见的看到里面的那些海鲜肉 海鲜味的这个罐头真的是强推 你想给你家猫猫吃这种海鲜 想看到里面真实的海鲜的肉的话 大家就可以买它 缺点的话呢我只能说价格有点贵 剩下这些罐头呢都是这个BFF这个牌子的 给我们家猫猫每个味道都买了十罐 买了好几十罐放在家里面 他吃呢也吃了挺久的 这种罐头选择你可以选择很贵的 也可以选择很便宜的 要按照自己的情况来给猫猫买这些罐头 看到这种罐头打折呢 还是会疯狂的去给猫猫买一堆囤着 这个BFF他们家罐头一罐其实挺小的 我给我们家猫猫一顿呢也就是吃这一罐头 不需要把它分成两半 如果你们家猫猫是一岁左右的话 我比较建议像这种三盎司的罐头呢 给它分两趟来吃 吃的猫粮拌着干的猫粮一起来吃 那我们家猫猫其实已经挺大了 所以也不需要说拌着来吃了 最后一个我要说的就是猫粮了 其实这个猫粮之前呢我也有给我们家猫猫买过 可能袋子扔掉了 所以就没有在之前的视频里提过 我们家猫猫是不带出门 它也不会去花园里面待着 也不会说去车里面 所以这种猫粮呢我都会选择英多的 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可能上一次 我给它吃的是鸡肉味的 下一次呢就给它吃这种海鲜味的 这个猫粮对于我这个猫妈妈来说呢 就是很喜欢 因为猫猫吃的会很开心 它不会给你剩下任何引力 里面呢也是含有了三文鱼啊 各种蔬菜蓝莓这一些 对于猫猫身体健康的平衡呢 也是把握的很好 我们家的猫猫到现在还没有说超重的这个问题 医生检查它身体呢 感觉它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身材 平时我对于它的这个量控制的很严格 只要我不忙的情况下 它的早饭和晚饭都是我把猫粮放在手里面 亲自给它这样喂的 对于它这个量的控制呢也是控制的很严格 现在只要是我亲自喂它的 它都不会有吃多了兔的一个现象 身体也是健健康康的 所以这个很推荐 OK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对于猫猫吃的东西 零食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弹幕问我 如果我看到的话呢 我会一一回复的 喜欢这类视频的话呢 也欢迎下面点赞这个视频 关注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